来关注国际新闻 据芝加哥警方通报 当地时间7月21号大约18时30分 在该市一所殡仪馆内发生了一场大规模枪击事件 目前已造成14人受伤 一名嫌犯已被拘留 芝加哥警方发言人艾里克·卡特表示 事发时殡仪馆正在举行葬礼 这是一名枪手驾驶一辆黑色轿车开到殡仪馆外的街道上 随后持枪向正在举行葬礼的人群射击 目击称 枪手专门等到了参加葬礼的人群出来后才开始射击 似乎是计划好的 芝加哥警方表示 一名嫌疑人已经被逮捕 但没有进一步透露他的动机 该枪击案造成了14人受伤 其中多人伤势严重 据了解 芝加哥近期枪击案件频繁 仅美国独立日7月4号前后数日 芝加哥就有至少76人被枪击 其中14人死亡 7月19号 20号 芝加哥至少有70人被枪击 其中11人死亡 截至当地时间7月12号 芝加哥警方今年报告了385起谋杀案 比2019年同期增加48% 枪击案1541起 比去年同期增加46% 在过去的一个月中 这种增长尤为明显 在7月12号之前的28天内 警方通报了116起谋杀案 约为2019年同期谋杀案的三倍 密苏里大学犯罪学家查理德·罗森菲尔德表示 弗洛伊德案和其他警察暴力执法事件 引起的社会动荡 加剧了暴力犯罪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 明显